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玄宗刚执掌大权的时候历经图治 生活上也并不奢侈 很少为了享乐而大兴土木 但他却在诸事缠身之时 专门抽出时间 命人在兴庆宫里修建了两座楼 建这两座楼并不是唐玄宗 心血来潮之举 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两座楼见证了唐玄宗 高妙的政治智慧 和他同志前妻勤政的身影 那么唐玄宗在真正掌握权力之初 他为什么要抽出时间 在兴庆宫里建这两座楼 他想要做些什么呢 在古都西安的新庆公园里头 有这样的两座建筑 唐代的建筑 一个叫做秦政务本楼 一个叫做花厄香灰楼 请大家注意看 这就是这两座楼的考古复原图 这两座楼很可惜 他们的地面建筑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 只有机址 这是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的结果 用计算机绘制的这样的一个复原图 左边相对来说 小一点的那个建筑 那个就是秦政务本楼 右边这个相对来说 大一点的这个建筑 这个就是花厄香灰楼 这两座楼 可以说 他们是唐玄宗统治前妻的一个建政 要我说呀 这两座楼的名字起的那可是真好 恰如其分的体现了唐玄宗统治前妻 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什么呢 就是秦政 唐玄宗掌握大权以后 他的前半生 真的是可以用一个秦字来加以概括 他非常的勤勉 很有胸怀抱负 他统治前半阶段 应该说 任命宰相 任命的也是相当的成功 可谓 拿两个字呢 得人 唐玄宗 早期任命的两位宰相 是姚崇和这个宋景 尤其是这个姚崇 那是一个相当难得的这样的一个人才 这个姚崇啊 他在武则天时期啊 就很受重用 武则天就非常的器重他 他是狄仁杰的门生 武则天经常的有些事都要咨询姚崇才能做决定 而姚崇对待武则天的态度很有意思 他跟敌人节一样 一方面 他忠于武则天本人 但是同时 他又坚决的要求李唐复国 所以他后来就参与了那个 推翻武则天 让李唐复国的那个神龙革命 可是政变成功了之后 武则天被迫从大殿迁居到别的宫殿的时候 姚崇这个人呢 他站在路旁 看着武则天 却潸然泪下 当时张俭之等人一看 就说 说您这个时候哭 怕不大合适吧 而姚崇是怎么样回答的 姚崇说 说我呀 贪欲这个政变 帮助李唐复国 这是我在尽人臣之意 可是我跟随则天大圣皇帝这么多年 我现在看到他下台了 迁居到别的地方去 我内心又感到十分的伤心 这也是在尽人臣之意 如果说因为这事要给我带来什么祸患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你从这番对话 你能看得出 姚崇是一个很有原则性 同时又富有人情味 很有担当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唐玄宗时期 那次立山延武之后 把老功臣郭元镇给搞掉了 那么就要扶植新的人才上来 当时唐玄宗看中的就是姚崇 在此之前 已经有一些人在唐玄宗面前 说了姚崇不少的好话 而且再加上姚崇这个人 的确是富有才干 所以唐玄宗呢 就有想任命姚崇为宰相的初步的这个打算 但是这个事啊 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担心 谁呢 当时的宰相张岳 张岳和姚崇之间呢 关系不对付 俩人关系不好 姚崇此时呢是一个太守 张岳是宰相 张岳听说了这个事之后呢 张岳就想把这事给他搅黄了 他想了半天想到了一招 他找来了一个大臣叫做姜角 这个姜角跟他关系很好 他让姜角去拜见唐玄宗皇帝 跟唐玄宗皇帝说了什么呢 姜角去了之后 找到了唐玄宗皇帝 问皇帝说 说陛下呀 听说您呢 最近呢 正在为河东总管的人选 这个问题犯愁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件事啊 唐玄宗说是啊 有这件事 然后姜角又问 说是 假如我给您推荐了合适的人选的话 您是否有赏啊 唐玄宗说 你要是推荐了合适的人选的话 我给你赏万金 好 姜角就说 我觉得姚崇这个人 是个文武全才 我觉得他去就最合适 没想到 他这番话说完 唐玄宗 立刻一眼就看出了 其中的猫腻了 怎么呢 这阵我正打算任命姚崇当宰相 你姜角跟张岳关系那么好 然后跑来推荐 姚崇去当河东总管 很明显呢 你这是想借着让他去当河东总管 把当宰相这件事给冲了吗 因此他立刻就跟姜角说 说姜角啊 你给我老实说 这话是不是张岳跟你说的 你给我老实讲 否则我办你个欺君之罪 结果姜角一下被吓住了 姜角马上就交代说 这的确是张岳教我说的 那么唐玄宗 下面是不是要承办张岳呀 没有 为什么呢 张岳也是一个财高八斗之人 很能干的一个能臣 对吧 就为这件事 你说是就把它给办了 这事这也不大合适 对不对 所以 唐玄宗就把这事算是给按下去 最后他决定 拜姚崇为宰相 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是在猎场上 拜姚崇为宰相 你看这事有意思吧 在打猎的猎场上 拜姚崇为宰相 为什么呢 这可以暂时的避开张岳等人的耳目 当时他派一个宦官 把这个姚崇请到了猎场之上 当时李隆基正在兴头上的 打猎正在兴头上的 见了这个姚崇就说 哎呀 这个爱卿啊 你会不会打猎啊 姚崇回答说 说我少年的时候啊 颇好游玩 因此打猎这个事 我还比较在行 于是他立即着手 指挥这个猎犬和这个猎鹰 据说指挥得当 唐玄宗非常的高兴 唐玄宗说 说这个我也有日子没有见你了 现在是这样子吧 你以后啊 就留在我身边 与宰相们同列 被我顾问 姚崇说 这恐怕不合适啊 我没有宰相的名分 我怎么能够跟宰相同列呢 唐玄宗说 我现在就任命你为兵部尚属 同平章士 这一家同平章士 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宰相 可是没想到 姚崇啊 没有拜谢 沉默不语 哎 这下子 唐玄宗奇怪了 怎么着 你还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命吗 姚崇回答说 说陛下 我有十条意见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纳 您要能接纳了 我才能接受这个任命 李隆基说 你待说无妨 说一说吧 好 姚崇就给他献上了所谓实册 这个实册相当了不起 怎么呢 他把当时唐玄宗李隆基 所面临的那些困局 以及未来的道路都给指明了 所以这个姚崇实册 在历史上非常的有名 当然了 这实册比较长 我们呢 在这里头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戒内庭 您要知道 唐朝 尤其是自打武则天时代以来 攻斗不断 很多内庭斗争最后是用流血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 教训可谓非常的这个惨痛 所以姚崇首先提出来要戒内庭 他指出 首先不能让宦官干政 他又指出外戚专权要不得 他说 吕氏铲露 鸡威西京 马斗炎梁 依乱东汉 万古寒心 国朝为甚 臣请陛下 书之史册 勇为阴剑 做万代法 可呼 啥意思呢 他列举了一大堆西汉和东汉时期的一些势力 这些都是外戚 肝权 最后造成国家动乱的这样一些势力 他指出外戚专权这件事 肝权这件事 要不得 所以你一定要借宦官干政 也要借外戚弄权 行不行 对于李隆基来说 这是一拍即合呀 李隆基也非常厌烦这个接二连三上演的这个宫廷内斗 所以他马上就答应说这点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 姚崇指出要恕正气 恕什么正气呢 恕朝廷之正气 恕官场之正气 他特别指出 他说这个先朝 邪侠大臣 获亏君臣之境 臣请陛下 截之以礼 可呼 先朝 先帝 这位先帝是谁 他肯定不是唐瑞宗 唐瑞宗这阵还活着呢 是太上皇 他指的是唐忠宗 这个唐忠宗 我这么说了 唐忠宗一辈子就是个不着调的人 他根本没有一个当皇帝的那个气质 这个人呢 在礼数方面 首先就做不到恭敬有礼 对待大臣的态度很轻慢 举个例子 他曾经有一次和为皇后一块 两个人站在高楼之上 然后命文武百官在楼下分作两队 然后呢 拿一根大粗绳子拔河 看大臣拔河 结果拔着拔着呢 有人就跌倒了 其中还有呢 年近七旬的大臣 跌倒在地之后 怎么都爬不起来 他和那为皇后站在城楼之上 高兴的佛长大笑 好好好 我跟你说吧 有的人呢 他那个为人 从他那个下意识的举动 能看得出来 有的人一看别人跌倒了 他第一个反应是笑 我跟你说 这种人八成不是好人 这个唐忠宗啊 就是这样 他全无皇帝的这个气质 对于姚宠来说 这些事那可是历历在目 姚宠早就早就觉得这种现象是如耿在喉 不得不说 因此他借着这个机会就提出来了 说你一定要汲取前朝的这个教训 要以礼貌待群臣 可以不可以 那么对于李隆基来说 李隆基当然要答应啊 这个君臣之间 那不光是上下级的关系 那应该做到动静有理 这样整个朝廷他才有个秩序 人心才能服你 所以李隆基很快的就答应了 这是第二点 那么他还提出来了 臣请凡在臣子 皆得处龙林 犯忌讳可呼 除了你要礼貌待群臣之外 我还要提出 你要善于纳贱 任何人都可以处你的龙林 都可以犯言直见 可不可以 那对于李隆基来说 当然可以 因为李隆基心目当中 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啊 谁啊 唐太宗啊 太宗不就是善于纳贱吗 对于李隆基来说 他也想当一个纳贱的这个明君 所以呢 他也很快的答应了这一点 第三一点 姚宠提出来 要进豪舍 从武则天时代开始 唐忠宗唐瑞宗时期 整个社会 尤其是上层社会 舍迷之风 屡进不止 因此姚宠提出来 现在 除了法定的租庸调之外 不要再对地方 做任何额外的索取 那些大规模的基建工程 土木工程 除非跟国际民生有关的 否则一概停止 可以不可以 李隆基当场也答应了 姚宠 实测当中的第四点 第四个重点在于清理官场 尤其是唐忠宗时期 风气败坏的相当的厉害 那个安乐公主 在这里边就起到了 特别不好的作用 安乐公主本身就卖官 卖官完了之后呢 这个收了别人的钱 要委任别人当官 自己写一个任命书 甚至于去捂着他爸的眼睛 让唐忠宗去签字 他爸那个糊涂蛋 竟然也就是哈哈一笑 然后呢就把这个字给签了 因此当时官场上 可以说是这个人浮于世 此时官员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倍 但是效率却变得日益低下 因此姚宠提出来 首先一点要财泰荣源 他指出 凡有协封 戴雀 援外等官 细请停罢 可呼 那些什么 协封官啊 戴雀啊 援外啊 这些官 咱们都给他停了 行不行 他为啥要停这些呢 因为这些都是当时啊 卖官欲绝 唐忠宗时期卖官欲绝的产物 因为郑元 官的这个 证员已经不够用了 就搞了这些名目 来安置这些买官者 他现在提出 要把这些全部都裁掉 可以不可以 李隆基也立刻答应 总之一句话 所谓姚宠时策 他就是一个施政纲领 无非就是强化儒家的道德教育 这个戒内庭 与此同时呢 不求边功 清理官场 全力发展国家的经济 说起来主要的 也就是这样几点 而唐玄宗本人 他后来的行政 也的确 就是照着这个路数 发展下去的 姚虫在唐玄宗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以后 才接受了宰相的人命 姚虫当宰相后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 开元盛世上部第二集 两座楼的秘密 姚虫在猎场给唐玄宗提出的建议 历史上称之为姚虫实策 姚虫实策指出了唐朝面临的种种弊端 也为唐朝未来的发展勾化了轮廓 而唐玄宗基本上全部采纳了姚虫的建议 唐朝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基本框架 就在猎场之上 在这一对君臣的对话之中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开元盛世的到来 姚虫是功不可没 那么姚虫败相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开元盛世上部第二集 两座楼的秘密 那么李隆基 接纳了姚虫实策之后 姚虫这才接受了宰相的任命 开始了他的宰相的生涯 而姚虫当宰相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 怎么呢 这件大事 在我们金人眼睛里看来 却是一个小事 什么事呢 灭黄 开元初年 国家有了个大麻烦 什么麻烦呢 黄灾起来了 连年的旱灾 结果带来了黄灾 大家要知道 在历史上 黄灾与旱灾往往是密切相关 这个蝗虫啊 它一旦在哪个地方 它这个没草吃了 它就要迁居到别的地方去 这就形成了黄灾 在今天看来 今天好多人都没见过黄灾 原因很简单 现在黄灾啊 基本上起不来 我们有完善的监控机制 另外 我们有飞机可以喷洒这个灭黄的化学药剂吗 所以黄灾基本起不来 但是 以前这个黄灾啊 那可是太严重 太严重 据说那个蝗虫啊 那个蝗虫 飞过来的时候 遮天蔽日 像乌云一样 然后飞过来之后 寸草不生 甚至于 你身上都不敢穿绿颜色的衣服 它会把那个绿颜色的衣服当作草 它会把你的衣服给你啃光 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只要蝗虫过境 农田里是颗粒无收 结果姚虫当了宰相之后 中原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蝗灾 姚虫当时就提出来要灭黄 可是这件事 哎呀 可是触犯了大忌了 怎么回事呢 那阵啊 人很迷信 很多人都认为是上天降灾 所以不能轻易的杀蝗虫 再加上那阵杀蝗虫的手段也很有限 主要就是人工扑打 效率也不 人们主要是依靠 什么人名啊 做法事啊 来灯灾 甚至于 当时还有一个可笑的局面 怎么呢 蝗虫啊 有时候啊 它这个 从某从某个地方飞过去 它没有入境啊 没有到这个州或者没有到这个县来 当地的老百姓 谈官相庆 都会归功于当地的长官啊 这个德行建设比较好 有德 正因为长官有德 所以黄不入境 那隔着 蝗虫要是到哪个地方就是长官缺德 就这意思呗 那我说这长官这也活得也够累的 还得为这事负责 结果 姚宠提出来 我要灭黄 所以就很多的人表示反对 比方说当时有个宰相叫卢怀胜 卢怀胜就说 哎 这个蝗虫不能灭啊 这个蝗虫 你要杀蝗虫的话 杀伤太多 破坏天地之和气 蝗虫不能轻易杀 但是姚宠提出来 说 你看历史上 我给你举点例子 这个 历史上 后勤也好 北魏也好 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蝗灾 当时的人也是因为这个迷信的缘故 不敢杀蝗虫 结果饿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甚至于连牛羊都没有草吃 互相啃身上的毛 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 所以灭黄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灭黄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他要利用蝗虫的驱光的特性 他下令晚上在田间地头 树立起一个又一个的篝火堆 点燃之后吸引飞黄扑火 与此同时再加上人工的扑打 可以让灭黄的效率倍增 最后唐玄宗采纳了姚宠的建议 下令用篝火灭黄 这一年杀死蝗虫非常非常的多 到了收获季节 虽然说粮食减产了不少 但是史料记载说 说人不慎鸡 意思是说多多少少啊 他还留下了一口吃的 您不要小看这件事啊 说是个灭黄吗 这种事儿 这怎么是宰相负责的事情 您要知道啊 这个事儿在当时来说 它是一次思想交锋 因为从武则天时代开始 观察迷信思想特别的浓厚 统治者个人喜好祥瑞 大兴土木建立四贯 迷信思想非常的浓厚 在这种氛围之下 姚宠不信邪坚持灭黄 体现了他个人敢于担当 这样一种精神 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在姚宠等人的辅佐之下 开始了自己的辉煌的这个事业 他统治的前半阶段 那真的可以用一个秦来加以形容 比方说在陕西的中南山龙灌台 出土了一块唐老君显现碑 在这个显现碑里头是这样说的 自淋浴以来相萨年未曾补四更几起 这说的就是唐玄宗 这块碑早于开元29年 他总结的就是唐玄宗前半阶段的施政的特点 唐玄宗每天早上四更就起来了 天还不亮起来之后就打理朝政 没有一天不是如此 非常的这个勤劳 而且呢他还善于纳建 他身旁放了一个金函 这个金函里头呢装着那些群臣给他上的那些建言 尤其是那些建言当中 第一讲的特别在理的文采又比较好的 他经常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看 回忆一下当年自己决策 为什么会出现失误 人家大臣又是怎样的言之有理 为未来自己不犯错误做好准备 所以说这阵的唐玄宗啊 那真的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皇帝 唐玄宗在兴庆宫里盖的两座楼 其中一座叫秦政务本楼 唐玄宗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要选贤任能 要秦政务本 而他拜姚虫为宰相 完全采纳姚虫实册 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 并没有辜负秦政务本楼的名称 而唐玄宗在秦政务本楼的旁边 还盖了一座楼 叫做花鳄香灰楼 那么唐玄宗盖这座楼的目的 又是为了什么呢 唐玄宗统治时期的第二件大事 被新庆宫里的另一座建筑 就是花鳄香灰楼所建政 什么呢 兄弟和谐 你要知道唐朝 从武则天被推翻的那个神龙革命 开始算起 到唐玄宗自己亲政 短短的七八年时间里头 爆发了多场重大的政变 换了三位皇帝 这在哪一个时代来看 这都是乱政的标志 短短这么段时间换三个皇帝 所以对于李隆基来说 怎么样解决好兄弟问题 这是他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李隆基他本身呢 他不是嫡长子 他兄弟一共是六个人 他排行老三 所以历史上为什么把他叫做三郎呢 原因就在这 他排行老三 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大哥 嫡长子李承契 这个人聪明谨慎 还有个二哥李承契 李承契这个人性格豪爽 好广交朋友 另外他还有两个弟弟 一个是李隆范 一个是李隆叶 他最小的那个弟弟呢 小时候就已经夭折了 他的这些兄弟们呢 应该说各有特点 各有才干 老大老二不用说了 那个他的那两个弟弟 虽然说文化水平差一点 但是也曾经帮助他铲除过太平公主 应该说也有相当的才干 李隆基本人是老三 但是能够当太子 只是因为一件事 就是他指挥铲除为皇后和安乐公主有功 这才当了一个太子 当时他的大哥李承契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他明白说是自己虽然是嫡长子 但是自己不能仗着这个身份 去跟三弟争这个太子位 因为三弟建立了不适之功勋 所以他主动向自己的父亲唐瑞宗提出辞让 说是我愿意把这个太子位 应该让三弟来做 我不要来当这个太子 李隆基就这样当了太子 后来又当了皇帝 所以对于李隆基来说 这个皇位问题 他的这个统治的这个法统问题 是一个让他呢 怎么说呢 实时感到有一种隐忧的 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对于他来说 自己的这种因公上台 这个恐怕还不是特别的牢靠 在唐前期因公上台 这件事你不是嫡长子 然后你上台这件事难免要惹出一些麻烦 就连一代英主唐太宗都免不了这一遭 所以对于李隆基来说 怎么样子能够安抚好自己的这些兄弟 这是他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除了这几个兄弟之外 还有唐兄弟啊 比方说李首领 李首领是谁啊 李首领是唐玄宗的二白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 这个李首领啊 从小受父亲的牵累 困苦异常 备受虐待 后来他跟这个李隆基他们这几个兄弟啊 经常在一起玩 而这个李首领呢有个特点 怎么呢 他会遇知风雨 有时候天大太阳这个正晒着呢 他突然之间就说 诶可能要下雨 结果过不一会儿 果然就下雨了 所以呢 这个唐玄宗的兄弟就跑到他 唐玄宗面前说 说兵戈有术 啥叫兵戈呢 因为李首领后来被封为兵王 所以就把他叫做兵戈 说兵戈有术 有法术 李隆基也觉得奇怪啊 就把这个李首领叫来问 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首领回答说 我不是有术 我呀 从小因为父亲的缘故 被囚禁在宫中 经常遭人殴打和鞭斥 所以我的机背上伤痕累累 现在每当要下雨的时候 我就激背发闷 所以我能遇之风雨 他说完这些话之后 包括唐玄宗在内的所有人 都潸然泪下 所以对于唐玄宗来说 他有这样的一个兄弟的一个团体 怎么样子 能够团结好这些兄弟 同时又能够保证自己行政的通畅 这是他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他解决的方法很有意思 怎么呢 他双管齐下 一方面给予这些兄弟们极好的礼遇 给予他们荣华富贵 另外一方面 他又严格禁止他们干政 他给兄弟们极高的礼遇 经常邀请这些兄弟们到尽中 与他一起喝酒 斗鸡 甚至于在花鳄香灰楼上 他还命人准备好了这个长枕大背 与兄弟们是同踏而眠 还在宫殿当中设置五卧 与诸王是更储其中 人送外号 把这个五个围账 送了这个外号叫做五王账 后来明代的思想家李志 在史冈评要当中 给这件事给予了三个字的评价 说禁儿戏 在他眼睛里 这干嘛呀 跟你这几个兄弟 搞一床大辈子 这几个睡在一起 然后呢一块喝酒 这是儿戏 要我说 李志啊 你这点你就不懂了 这才是高妙之处 什么叫儿戏 这里边大有玄机在里边 另外一个 他这些兄弟们 他都不给实权 整天就是专事游玩 在游猎 在音乐等方面都培养了极高的才华 但是就是不给他们实权 资质通鉴 对这件事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评价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然专以声色续养娱乐职 不任以直视 意思就是说 庞玄宗啊 专门用声色拳马来娱乐他的这些兄弟 但是从来不给他们直视 有时候任命他们到外地去当个刺使 甚至还吩咐说 说你们去了那个地方啊 注意啊 就说啊 有事啊 就交给下属去办 你们自己啊 就不遇发了 那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呢 连一个州的实权都不给他们 他和兄弟们娱乐的主要的场所 就是这个花鳄香灰楼 要不我怎么说 是花鳄香灰楼 见证了他们的这个兄弟这个友谊呢 花鳄香灰楼这个楼名本身就大有玄机在里边啊 什么叫花鳄呀 花 花鳄 啥叫鳄呢 鳄就是 您注意 那个花鳄底下不是有那个围着那一圈 锯齿状的那个绿色那个小叶片吗 那个东西就叫做鳄 那花鳄香灰楼是啥意思呢 那唐玄楼就是那花鳄嘛 他的兄弟就是那个鳄嘛 加在一起这才是个完整的花朵嘛 花鳄香灰嘛 花和鳄交相灰硬嘛 就这个意思嘛 唐玄楼想要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他就要处理好后宫问题和儿孙问题 那么他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敬请关注开元盛世上部第三集 家世国世之谜 唐玄楼盖花鳄香灰楼 体现了他高妙的政治智慧 一方面唐玄楼给自己的兄弟们荣华富贵 在花鳄香灰楼里和兄弟们娱乐体现手足之情 另一方面唐玄楼又限制了兄弟们的权力禁止他们干政 那么唐玄楼的兄弟们能体会到他的深意吗 整体而言 唐玄楼和他的兄弟们保持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请继续收看《开元盛世上部第二集》 《两座楼的秘密》 咱们举两个例子 比方说 一个就是这个姚崇被任命为宰相之后 宰相张月心里头可不舒服 他不是跟这个姚崇关系不对付吗 所以他心里头很不舒服 因此他曾经想联合齐王想反对宰相姚崇 结果齐王还没有表态呢 这事就被人举报到唐玄楼的地方去了 唐玄楼听了之后非常的愤怒 下令把张月贬为相 但是对于齐王 他没有加以任何的处罚 有意思了 你为何不处罚齐王呢 李隆基就是这样的一个做事风格 凡是遇到了跟自己的兄弟有关的案件 他一般都是处罚案件当中其他的当事人 但是不动自己的兄弟 还有一件有关薛王爷的事儿 怎么呢 有一次李隆基得病了 而且这一次病啊 来势汹汹很重 结果薛王爷小舅子为宾 他呢 去向殿中间皇甫巡去擅自打听唐玄楼的病情 而且还就此大家了一番议论 你要知道 这触犯了大忌讳 在封建专制时代你要明白 皇帝个人的健康状况 那是国家最高机密 你不能擅自打听的 你打听这干啥 啊 而且还发了那么一番议论 你准备怎么着啊你 这件事唐玄宗听说了之后 唐玄宗下令将围宾仗死 打死了 然后把王府群呢 贬官了 结果这事一发生之后 薛王爷听说了 还有他的那个王妃为室 听说了之后 下的是两股战战啊 夫妻两个赶紧入宫来拜见唐玄宗 要请罪 结果这时候你再看人家唐玄宗的态度 人家唐玄宗啊 从上面赶紧的跑下来 用手握着自己的兄弟的手说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乌若有心猜兄弟者 天地实济之 我如果说是猜忌兄弟的话 天打五雷轰 发了这么样一个毒誓 实际上您说他猜忌了没有 他肯定猜忌了 但是呢姿态要做好 我从来没有怪罪兄弟你的意图啊 结果他这样做 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带来的好处就是 终其一生 朱王不干政 保证了他行政的效率 保证了内庭的这个稳定 而且说实话 他的这些兄弟们也给他帮忙不少 比方说那个大哥李承契 李承契这只已经改名叫李宪了 李宪怎么样帮了唐玄宗一个忙呢 是这样子 这个当时啊 唐玄宗爱妃是武惠妃 武惠妃啊 前面生养了三个孩子 全部夭折 你要知道 古代儿童的夭折率是很高的 而且呢古人有一个做法 就是你如果担心你生下了这孩子夭折的话 有一个办法 荡一荡 怎么个荡法呢 你就把这孩子送到四罐里头 去抚养 或者是交给别人家去抚养 用这个办法来冲一冲 就这个意思 当武惠妃的第四个孩子 也就是李茂诞生了之后 李宪主动站出来说 跟唐玄宗提出来说 这孩子啊交给我 由我来抚养 荡一荡 结果呢 这个唐玄宗就把这孩子交给了大哥 因为他知道大哥为人敦厚 肯定能教育好这个孩子 李宪把这孩子抱回到自己的王府当中去 他的王妃甚至亲自给这个孩子喂奶 结果在他的抚育和这个教化之下 李茂啊 这个应该说成长得非常的顺利 而且非常懂礼数 到了七岁的时候 与其他皇子一块进宫来拜见皇帝的时候 就数这个李茂行礼的时候最恭敬 最一丝不苟 当时唐玄宗看到了之后非常的高兴 这个大哥啊真是教育有方 到了后来李茂病逝了以后 唐玄宗给他写的那个哀悼的那个文章 您去看 那真的是情真意切 非常的哀痛 而且给他赠了一个名号 叫什么呢 叫让皇帝 而且特地下令要按照天子的礼仪的规格 来安葬自己的这位兄长 应该这么说 在唐朝所有的皇帝当中 李隆基处理兄弟关系 可以说处理的是最好的 史书对这个有一句评价 是这样说的 禁古帝王有爱之道 无语彼也 这个说法说的很正确 的确是李隆基通过这样的一座花鳄相归龙 通过与兄弟们之间的这种友爱 保证了自己雄心壮志 可以不受阻挠 不受干扰的贯彻执行下去 这也是开源盛世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条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